大家好,歡迎收看東網點評,我是校長 中美角力越演越烈,兩國原定的貿易協議評估押後 美國總統特朗普更加聲稱,現在不想跟中國談 這一場視像會議經歷一波三折,到現在還未舉行 為中美貿易協議的前景畫下巨大問號 特朗普更加有機會放棄貿易協議 中美兩國在今年1月簽訂第一階段貿易協議 2月15日生效 兩國原定在生效半年後為執行情況舉行會議 英國廣播公司文章說,在這一半年間 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全球經濟大受打擊 香港實施《港區國安法》也加劇了中國和西方的對立 中美博弈的議題已經不是貿易協議,令這場會議一再拖延 文章說,中美兩國都沒有明確的言論或行動放棄協議 因為放棄協議對兩國都沒有好處 對中國來說,放棄協議會進一步激化兩國矛盾 目前中美關係處於歷史相對低點 外界一直認為中國並不希望特朗普連任 中方這個時候如果硬碰硬,無限制地擴大爭端 尤其是主動在貿易問題上開倒車 隨時會加劇美國農民和能源等行業的反華情緒 有利特朗普在11月的選情 在美國方面,特朗普政府在疫情爆發前 希望在與中國的貿易談判中獲得好處 從而為自己的外交和經濟政策加分 但在疫情衝擊下,對特朗普迫在眉睫的是 如何為大選拉票,如何控制疫情,如何重啟經濟 這些事情的重要性遠遠大於中美貿易協議 隨著總統選舉臨近,特朗普認為需要進一步突顯 他對華強硬的姿態 當放棄協議更符合他的政治利益時 這份協議就可能終結 特朗普的對手,民主黨總統候選人拜登 一直批評特朗普的貿易政策 更揚言想台後會重新評估 拜登認為應該就不公平貿易向中國問責 而不是採取單邊增加關稅的手段 看來中美博弈並不會因為大選完結而告終 今集就講到這裏,再會!